大家好,今天大家看到我来到了ZERO GRAVITY 大家看到这个健身房就是所谓的Pro Factory Pro Maker 现在包括Sadi,小杰,龙哥,Joseph Lee 还有我 还有你们的可神 还有努哥 都在这边训练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们整个健身房的一个装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女生玩体操拉伸的地方 所有的器械都非常的棒 小姐姐们正在那边训练 所以我们不去打扰他们了 今天在这边我要跟韩教练一起练一个胸 韩教练有个非常好的工具介绍给大家 我这边主要想给大家讲一下 该如何练你的下胸 因为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个问题 当然在咱们训练之前还是要进行一个热身 对不对 在胸部训练热身之前 咱们一般都会热身这么几个肌群 比如说第一个是你的胸大肌 尤其是咱们平时工作或者学习 都会保持这么一个姿势看电脑 那你的胸部和traps就往往特别紧张 所以我们首先把胸大肌进行一个筋膜放松 然后是你的traps 然后是你的背阔肌 一开始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球 它不适合于所有的肌群 但是胸部还有背部 尤其是背阔肌 刚好就比较适合这个东西 因为你的重量可以压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电源打开之后 它会有一个刚好适中的一个压力 给大家展示一下 先找到你那个trigger point 其实就是比较疼的点 当然不是骨头啊 就是肌肉 然后因为肌丝咱们是横着的嘛 对不对 我压到哪去了 压充电线 压充电线 胸的这个肌肉是横着长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咱们要上下移动 然后让你的这个肌肉有更好的放松 轻轻的 其实这个低档的压力刚刚好了就已经 慢慢移动慢慢移动 很多小伙伴在问说帅哥 其实电动的泡沫轴和泡沫球 跟普通有什么区别 它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效率 它对于你放松的这个速度 会比普通的那些快很多 然后第二个呢咱们就是放松你的traps 斜方肌 斜方肌呢其实通常情况下 把这个球放在这个墙上 然后我现在已经打开了 然后你的手放在这边 还是跟我说的你要垂直于它肌肉的分布情况 所以你还是上下 对 哎呦 shit 如果大家没有筋膜球也没关系 那种soft ball 就那种弹力的那种小球 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小球的话 因为它比较小 你的肩绣肌群啊或者一些小肌群更方便 ok然后这边呢差不多了 你这一拉伸这个汗 我每次筋膜放松特别疼 然后就出汗 根本就不用热身了 你都不用练了 你这边健身房真不错 我跟努哥 我们把站队的健身房给租了下来 以后呢我们拍视频 训练都可以在这边进行 我觉得非常非常忙 当然了我的梦想也是我今年一个目标吧 先不说 就像我说的第三个就是放松咱们的背阔机 背阔机呢你可以用泡沫轴就是横着这么滚 我靠这个就比较疼了 因为这个接触面比较小 但明显感觉到你比它那个效果好一些 可能因为这个有点软 有点软 对这个软 这疼得我这个手 你看我手在抖 你是手动的吗 这是 真不是 手动频率是这样吗 那你来手动频率我看 那么我们现在就到咱们的胸部训练 Let's go 大家看到第一个动作我们是先从一个绳索开始 跟他到VP的话他也经常会教育我说 你不管做什么样的训练一定要先充分的热身好 那咱们除了做了筋膜放松之外呢 还需要先要感受你的胸部的收缩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选择一个绳索的这种飞鸟夹胸 值得注意一点是 我通常喜欢一个脚在前一个脚在后这样的方式 然后是你稍微前倾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 一定不要圆肩 有些大神也在圆肩的做 因为他肌肉感受很好 但我个人觉得这样做 对我的下胸有更好的一个收缩和刺激 所以呢我们这个因为是warm up 所以呢我们每个动作根据你的情况 可以做15到20个 充分的热身看你的胸部 做大概4组左右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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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传统的握推 但为什么做下胸要做握推呢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偏力量巨式的握推 你当时把衣服脱的话 发现我背的arch很多 那你胸的其实角度呢 跟杠铃就是一个下斜握推的角度 大家看我那个杠的落点 通常来讲咱们比如说背比较平的话 你的落点是在胸这个位置 就是乳头附近 对吧 那我呢每次下来都在前面一点点 这是我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我下胸刺激会非常多 如果大家感觉不到下胸可以这么做啊 你看比如说 这样 合心收集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模拟了一个 下斜的杠铃握推器械 当然了我平时做平板的话 下胸的感受也很好 就取悦你个人的这个情况 一定要记住你的核心要收紧 核心包括什么呢 你的腹肌的大腿 还有你的屁股 臀部都要收紧 保持一个相当于一个桥的状态 不要上下移动 第三个动作 不得不说这边气血真的太棒了 看这个铁声音 大家听一下 非常实在这个重量 第三个动作呢 我做一个相当于我的薄弱的一个部位 上胸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家 为了让你上胸法里你的 你的lower back 不要这样走 这样的话就平板了 一定要这样核心收紧这样 所以我为了让核心收紧 我应该是脚后跟垫着往前拖着这样 同时呢 如果我下到最底下的时候 上胸就会lose tension 就是不再发力了 所以呢我一般选择到这儿就停了 然后上来呢 也没有完全的进行一个手肘的这个锁死 所以基本上到这儿到这儿 充分感受我的上胸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大家看到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地检组 这是普罗米修斯 就是大宝贝平时教我们的一个法则运用 大家看到我先做了一个相比偏重的一组 然后点个地检 5 4 3 2 1 就time under tension 的一个法则 然后呢最后呢一般是种burn out 我这个重量选择有点问题啊 我应该选择更轻一点 大家一口气做15个蛋 没办法 我只能做5个半成 5个半成 5个半成这样做 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胸不上胸 crazy pump bro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咱们下一个动作 大家看到是一个飞鸟器械 但跟普通飞鸟器械不同的是 把你身体这么挺起来 就是鞋靠上去 我打开 然后收缩到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下胸在发力 正常的咱们是这样嘛 就是整整体胸部 上鞋的话就这样 这样的话就是下鞋 顶峰收缩零点几秒 然后回来 顶峰收缩 回来 我给大家讲 最后一个动作是一个dips 下胸最好一个动作 因为它本身发力呢 轴在你身后 让你下胸自然而然就会有个非常好的收缩 但是呢 我现在 已经没什么劲儿了 尤其是下胸 大家看我刚做了很多动作 你们俩能不能帮我保护一下 可以 我好久都没有进行这种舰体展示的pose了 今天在这种Pro Factory 这种舰体的战队里面 而且没有人 所以呢 我要搬门弄斧一下 大家看我这TJ挺高 给大家pose一下 今天呢 当然还会比一场比赛 目前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 今天胸练的非常好 大家一定要试起来啊 咱们现在回家 Fuck 就像大家看到的 其实呢 我这两天一直尝试在戴隐形眼镜 我是其实有很严重的进食 其实不算很严重了 左边200度 右边400度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经常是斜式这样 这两天呢 我在美国开了一个prescription 就是那种处方 眼镜的处方 然后呢买了个隐形眼镜 但是每次戴都真的是太费劲了 而话说回来 那今天呢 其实大家看到我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下胸训练 希望能对大家的下胸有所帮助 很多小伙伴还是跟我说 说我练下胸练了很长时间 还是看不到线条怎么办 诶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体脂太高了 敢去减脂 那夏天就要到了 那之后可能我会继续进行一个这种summer shredding 就是这种减脂的系列 但还不到时间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什么时间开始 那今天除了咱们的胸部训练之外呢 我还想回答大家一个 我听到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帅哥 你平时在听什么样的音乐 我听到这个问题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很多很多次 其实关注我很久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音乐的人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打开音乐 洗漱的时候放音乐 做饭的时候放音乐 基本上除了睡觉的时候 每时每刻我都需要音乐 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而言 我平时听音乐呢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享受和娱乐 它也是我平时做视频的一种灵感的来源 尤其是当你听到符合你当时心情那种音乐的时候 你就会跟那个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 会激发出你非常非常多的灵感 当然健身的时候 音乐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试想一下 当你一个人健身的时候 你一组到最后几个的时候 如果那个音乐那个节奏刚一上来 就往往就能帮助你突破最后那一两个Rap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相反有的时候 你进着健身房喝了蛋泵了 发现自己没有带耳机 或者像我这种情况 AirPods前两天丢了一个的话 我当时都不想练了 说了那么多呢 其实最终现在我终于有时间 把我平时喜欢的音乐 整理成几个歌单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去我的网易云音乐 我把二维码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整理了四个小的歌单 有咱们平时做饭休闲的时候听的音乐 同时呢还有晚上睡觉前时和比较放松的时候听的 以及我平时视频里用的一些BGM 都会在我的网易云上看到 以后的所有视频的音乐 包括这个视频大家听到的音乐 我都会放到我的网易云音乐账号里面 大家可以随时进行查看 当然了我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 来丰富一下我的歌单 所以如果大家有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音乐呢 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名字放在这个视频的留言的地方 或者发弹幕发给我 最好是放在评论区啊 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除了这三个歌单之外 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安利给大家 我最喜欢的三个歌手 第一个歌手是咱们的盆栽精 The Wicked 我真的太喜欢他的歌声了 压抑版的麦克斯杰克逊 但同时呢他的歌词又是那么的 有点性感有点黄暴 不仅适合我平时休息的时候 或者晚上夜深人静的一个人听 有时候健身的时候我也会听他的歌 因为他节奏比较慢 比较舒缓 但同时节奏感又很强 我比较喜欢健身的时候听慢的歌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最喜欢的几个歌可能都已经放在歌单里了 那我第二喜欢的歌手呢 就是咱们的 Frank Ocean 他这个歌手呢 是给我最多最多做视频灵感的一个歌手 因为他的歌曲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尤其我推荐给大家一首叫Pyramid 九分钟的歌 每隔几分钟就变一种节奏和变一种形式 而且他的歌词非常具有想象力 怎么说呢 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有点像咱们周总 然后第三个歌手我比较喜欢呢 就是咱们的Miguel 他的歌声非常非常的chill 比较适合咱们平时娱乐啊party的时候听 韩教脸你最喜欢的谁 经常听那首歌我跟我都非常喜欢 叫act of fall act of fall 谁的歌 OG 就叫OG Rocene Rocene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 算了算了你忙去吧 你忙去吧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为大家准备的四个歌单 还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 这周日呢我们接到了Hyper S的邀请 去斯台捕斯中心 也就是胡人河快船队的主场呢 参加一场NBA的球赛 我听说他给我们座位非常非常的好 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记录下来整个的过程 那咱们下个视频求场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